是在北京长大的 你像那个 我呢是算是时代庄吧 这个天下第一庄 我现在就有 有时候感觉到 你当然 咱们用任何这个地域 去说这个人 你可以都可以反驳我 那都不是科学的 可是大家聊天 怎么就那么爱聊 你是哪的 我是哪 你比如说 要照我平常爱跟他们聊 我就觉得 就说你看这个河北人 就或者说我们这时代庄人 其实骨子里啊 还是有一种那种 叫从心的那种人生境界 从心为怂嘛 就是 就为什么你看啊 往往坐一圈人吧 好像我就觉得 像我们河北的人 就比较不太爱 表露自己的个性 比较愿意 就是抑制着自己 相反 你比如说啊 你说前一阵 咱比如说这琼瑶阿姨 因为她那个什么 丈夫的那个事啊 就嚷嚷的 满社会都知道 你知道我当时就发现啊 你看名人当中 有这么一路啊 要叫我说呀 就是有人物感 她有人物感 或者说中心感 你比如说像是我 我们这种出身的 比如我老觉得 说我犯了什么脾气了 我会觉得 哎呦 我出去嚷嚷去 就是说 这社会上 谁也没有点喜怒哀乐 就是我有什么资格 去占用人家别人的 或者把我自己的事 给人嚷嚷的 全社会知道 我就说有的时候 我会发现啊 你看有的名人啊 他有一种啊 在这个公众面前撒娇的 这么一种劲头 哎 就比如说咱不高兴了 啪就骂打劫了 哎 就好像就是说 需要人哄着 哎 就是你说这名人 不能点名是这一个吧 不是 我不能点名 但我可以 我想不明快是哪种事 我不能点名 我可以点出身 我后来发现 不完全统计哈 往往这种啊 就能够就有这种人物感 中心感 或者婚不练 什么都不练 就我就跟你嚷嚷去了 是吧 把你们骂 骂一圈 你们全社会 你们都得松着我 对吧 哎 我发现这种人 往往在出身在北京 甚至是小时候 哎 他有一些个 像克兰他们家庭 这样的 我有吗 你别说 你有 我什么时候有 不是 玩杀是有 咱们 直接说有 问得好 问得好 没有 你比较 你是比较开放的 我想说的是 因为一直在说出身 出身不能成为一个人的借口 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借口 你如果要说出身 那个时候都是供给制 这个马先生应该非常清楚 没饿着 从来没撑死过 在那个年代 什么叫做贪污受贿 家里的所有的茶几 凳子 床 全是公家的 全是公家的 你没有私有的财物 与此同时 你的工资的确是高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他们工资高 他养的人多 所以你会不会 养了几大家子人 全是公家的 所以你会不会认为 现在这个社会 也是你们家的 也是公家的 这个我倒特别想 但是中国封建制度 已经完结了 所以这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不是 我跟你分析 你不是属于这种 好像要把自己的事 嚷嚷的满世界 知道你不是这种类型 但是我仍然从你家庭的里边 能看出你一些性格 柯兰这个性格 有时候容易得罪人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尤其是中国人 觉得这个女的 怎么能大侠似的 或者说 魂不练 就特别刚性 就这种 我觉得这个吧 就是大家都是觉得 这个出生成为一个 成长过程当中的借口 但是其实出生 它只是证明了 一个家庭教育 不是每一个人的出生 都是说 你会一个人格的一个形态 不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的人格形态 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你看像我爷爷这种 遭受了这么多的打击 其实让我知道的是 什么都不算事 你不管原来 你做过些什么 今天说你好 你就是好 明天说你不好 你就不好 任何天塌下来 你得靠这个脊梁 去把它顶起来 这才能叫顶天立地的人 这个跟你出生什么贫困 或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反而把你的欲望值 降得很低 这个出生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环境对你的影响 你的出生好和不好 都会有影响 还有一个是我们特别 就是顾忌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天生的问题 这种东西叫性格 性格是天生的 是可以遗传的 我们说自个儿 很多人不相信 说性格怎么遗传 我告诉你个指标 你就相信了 因为说人吧 就没法说 因为他老是觉得 人是后天因素大 其实不一定 这个国际上的名犬协会 对名犬的定义 这个狗的定义 它除了身高体 比如公犬最高应该多高 母犬应该多高 什么什么各种 它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叫性格三代不得变异 狗不许变异 比如这种狗 同样是狗 这个斗牛犬 你越痛他就越凶 越痛他就越凶 这是他的性格 改不了 他不因为你环境很好 他就不凶了 那有的狗也叫 往往往叫 你一捅就回去了 这也是他的性格 这个性格 决定这个狗 是否能加入 世界名犬协会的这个名单 那么狗和人都是生物 您就是狗眼看人 狗眼看人低 我就说这个性格中呢 很多人就说到他 他刚才你说 他跟他奶奶很像 这就叫性格 他一定有一种 内在的东西在传递 只不过这个传递呢 因为后天 人类在后天中 能改很多 被文化约束很多 比如你连续碰钉子 你的性格就会收敛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环境中 没有碰钉子的机会 你的性格依然是你自己的 我们的性格都是改过 那老炮属于那种 这种心态吗 老炮是 老炮让这电影 彻底给带走进了 对不对 老炮是这样 过去所有的这个老炮 并不是指北京本土成长的这些人 往往是那种带有一些大院背景 有一些就是强烈的文化自我的这些人 这些人老炮最强的一个概念是 做事不计成本 这是老炮的本质 我们后来为什么老炮精神 为什么老炮后来这个电影特别红 就是他闪现了做事不计成本的这个本质 我们今天做事第一件事就是成本 这事我值不值得我去 我为兄弟值不值得两肋插刀 我们去做事情他们得算一成本 这事我这半天去干这烂事 我就不去 算完了最后还是插兄弟两肋 所以今天非要讲出身的话 我们来想想老炮 其实跟出身没有关系 跟你的见识 跟你对的阅历是有关系的 那出身影响见识和阅历吗 我觉得还是家庭教育非常影响 比如说我从小我奶奶跟我说 这个是个男性主导的社会 身为一个女人 身为一个女孩子 我是大家庭当中的第一个孩子 但是我很不幸是一个女孩 我奶奶说你必须要读书 你长得又不好看 读书唯有要 你奶奶笑面有点问题 我小时候怎么会 后来只寂寞 好天的努力 我非常努力 但是比起我一个漂亮的妈妈来说 我的确压力非常大 我奶奶就说只有读书才让你不寂寞 你就发现真的是你发生 让小时候你今天想想 我第一次想要刺杀 是我小学教不出那个 寒假作业暑假作业 可能小学一年级吧 那时候就想死 这真是奶奶的纲 今天一回头想多可笑啊 但是每次想到要死 觉得自己把自己感动得 痛哭流涕的时候 就有人会丢本书给你看一看 你就发现历史上 这些人都没死 凭什么我死 我还年轻老美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家庭教育 你会知道你这个 其实中国人每一个家庭 都是一部血泪史 恨不得 就你们家庭在这个整个的那个 怎么发展的过程当中 经历过什么事 你如果真的都知道了 你回头一看 你不断地去印证人生的经历 你觉得这都不是事 这天空飘来多少个字都不是事 你看不是 有一阵流行有一个公司里 在人力资源部工作的人 在网上写一个文章叫做什么呢 寒门在南出柜子吗 他就是说他们银行来了 这么一堆实习生 最后只能留下两个 后来他就说他这同事说 说你看着啊 我告诉你谁家是农村的 谁家是干部家庭的 谁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 他说八九不离十 你比如举一个很简单例子 他说第二天上班啊 来的最早的是农村那的孩子 尽管他来的最早吧 但是他也不太会交往 见人也不会叫 但往往干部家庭的孩子 一来了就是说 叔叔辛苦啊 我给您倒杯水吧 干部家庭 吃完会来事 然后呢 稍微有点招人烦的呢 反而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 就是说好像也有点清高 也不太爱跟人家合作 你看 这就说明这些跟他的成长环境 它是有关系的吗 那为什么不回归的不是出身 而是家教呢 我是觉得像齐同伟这样子的 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同情 是因为家庭教育啊 他完全无敬畏 不知廉耻啊 就是一样寒门出身 为什么会有人 你这个有点太虚伪了 你假装自己是寒门 哪里有你这样子的寒门 而且方舟 不是 方舟跟他妈妈的这个关系 我看我方舟舟一个文章 这不是一般的 这叫什么寒门 还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 有独立人格女性的女儿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的发展 那只能说 这是一个家教 你爸爸高攀了 你妈妈下嫁了 是吗 不是 我觉得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 就是他从小知道 他跟他的妈妈是最好的朋友 他有什么事可以跟妈妈商量 然后他妈妈看他的手机一点 他觉得很正常很好 我应该让我妈妈知道 这是多么好的家庭 主要是他的秘密少 他秘密要多了 他也不让看 他有秘密 他绝对有秘密 但是问题是 这叫什么 我父亲现在都不在了 母亲还在 母亲在 他也不看圆桌派 所以我也可以随便说 可以随便说 我都给他老人家送袋子去 我爹是一辈子 照顾我妈的一个人 就事无巨细 我从小 我母亲不穿北京产的鞋 她是北京人 她不穿 她永远是最侧穿上海和广州的鞋 那是那个年代 多挑剔 非常挑剔 从小她喜欢吃巧克力等等 就我们都觉得很奢侈的食品 太腐败了 京小姐 然后呢 就会一查 好 我母亲那个家族 我母亲那个家族 往上导五代 山东历经的大盐商 从道光年间开始连续五代 一个县的首富 所以我就后来能理解 我妈为什么好多 就是那时候在军队 你知道 她怎么会有这些毛病 自然质迹小姐 全是自然质迹的毛病 我妈是什么都不吃 有异味的东西 全都不吃 以至我离开家到农村的时候 我要学会吃葱姜蒜 吃牛羊肉 吃腥的 什么都得吃 因为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她不吃的 有任何异味的 她都不动 你们家伙食不怎么样 伙食不强啊 这个都没有 那韭菜什么的 但我爹那边就不一样 我爹的 我的曾祖父 六岁丧父 十二岁丧母 十二岁就是孤儿 出海 不出海就是死 出海是死亡率 最高的一件事 就是渔民的死亡率 仅次于矿工 那当然 他东南沿海 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你是拿命底这事 你所有人出海以后呢 就是你没有工资 只有分成 你出海就有分成 你拿命底这事 命入一股 结果他们就 慢慢慢慢发迹 我那 这个外曾祖 我的那个曾祖父呢 就发财以后呢 让我爹读书 我爹是他的长孙 长子长孙 我爹是我们家族 第一个读书的人 才有了 后来有我 但是他读书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三十九个人出去 一块是参军打仗 历境抗战 战和解放战争 他是 你比如著名的战役啊 就孟兰顾 这大家都知道吧 然后 打济南战役 打这个淮海 打渡江 打上海 一路打进去 他就活着 为什么他活着 因为他读过书 读过书的人 都比较容易活到最后 就不治兵不勇吗 说冲啊 慢半秒 在后边喊 也冲啊 也冲啊 就是 这肯定有这个原因嘛 对不对 讨慢点 讨慢点 就是你起码得看一下 对吧 你要判断 判断需要时间 那当然 对对对 我们总体才赢了 要没有这些治兵的 我们赢 我们人全靠眼光 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两个家 一个是孤儿 我后来拍了个片子 为什么后来 我那片子播的时候 割到最后呢 因为我无意中 说了一句话 我说 一个 一个 就是三代赤贫 最后成为孤儿的人 这一个家族 就我爹这个家族 和我母亲 那个是多少年的首富 他们两个人 怎么能撞在一起呢 他们俩不撞在一起 就没有我 对不对 看似一个家庭的偶然 是我们百年中国历史的必然 就是你刚才说的 每家每户都有这事 而且 每家每户 而且你说的这个 这个百年的这个必然 是什么呀 你真是看出来 就是说百年 这个中国啊 这个这个你的父辈 你的祖辈啊 搞的这个重新洗牌的过程 对 天翻地覆 对 你看你爷爷 这不是每一个人啊 你爷爷老革命 是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人都被洗 所有人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爷爷老革命 你奶奶是大户官僚 官化人家的小姐 对 你看 这在元古 在更古以前 是不会这样的 你见面都见不着 对 是门当户对的 对 就是这个重新洗牌 但是我跟你说 马爷 连说这个 我都觉得 你们出身比我高 真的 不是 我说 等等 你现在越说越反动了 你现在 什么河北 河北的问题 就在于此 因为 他是烘托北京的 没错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自卑 你知道吗 他一都是 你像京津两大之家事 不是 我跟你说 柯莱说的也对 大概在于啊 你比如说 你要在北京长大的孩子 可能确实 见识就广一些 对吧 而且 你比如说 我现在交往的朋友 我就发现呢 他们其实有 他们不易察觉的 这个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表现在哪啊 表现就是放纵性情 就是你看啊 你像我们河北人聊天 包括我跟方舟 我发现我们聊天啊 都是 河北有1亿人 你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主持人 你能不能不拉人家方舟 人家方舟想点飞红 就就是我们 你就看出弱者了 他要拉个同盟 说话才有劲 就是为什么 你看我当主持人 主持人呢 是陪着别人说聊天的 我没觉得你陪别人聊天 我觉得我们都要陪你聊天 为什么我们在 我后来我就发现 我这些北京这些朋友啊 仔细想想 哎 真的像马爷一样 就是他觉得他当年在惨 你一听这这父亲是也是 波兰壮阔的 波兰壮阔 中宣部的 或者是我原来你是四爷的 或者他是这个那个 你要知道 你像回到像我们的老家 我一想马爷 您能追溯到您祖上 您的祖父 我们家祖坟都没有了 我那天问我爸 我清明前 怪不得老不发财 咱那祖坟呢 我爸说你那坟呢 不定什么时候 农民村里耕地就给平了 也不告诉我们家 这真是沉默的大多数 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呢 你看我爸我妈 都是 他们都是农民 都是农村出身 我就发现呢 骨子里啊 有循规蹈矩 或者说 把一个就举重若轻 有这些成分 甚至于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记忆啊 马爷 很有意思 我就当时啊 就是我觉得北京孩子 真的是特别 怎么呢 活得特别有自尊 那就是 在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 跳霹雳舞 有一个全国霹雳舞 我那时候从来没去过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 对北京孩子有一个印象 那什么印象 就是全国霹雳舞比赛 霹雳舞在石车庄 一个体育场 但是呢 是全场啊 就是那个 肯定是有黑哨 那个裁判 出了就有黑幕 全场都看出来了 对 但是呢 我就发现啊 你看我们河北代表队的 包括其他代表队的 明明知道不公正 是吧 但是也就是 忍气吞声了 忍气吞声 表演完了就走了 最后我记得上来的是 北京四五个小伙 这四个小伙啊 可能是约约好的 上来跳得特别帅 最后一个汉地八通 砰 加这个小伙 啪一拍肩膀 走 哥们他妈撤了 当场就离席了 你知道当时 对于一个 石车庄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你看 北京这孩子 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就他们魂不练 你知道吗 就是 当时我就会觉得 这个 好像他们就是 能够这样活着 任情任性的 魂不练的 而我们呢 似乎就是 特别要守规矩 我觉得您说 这种还有一个原因 其实这种所谓 放纵性情啊 我觉得其实就是 对于占用公共资源的 不害羞 讲得好 早该批评他们了 就是这么会 你们从小就占用 公共资源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 让方叔说完 其实就是说 包括在您说的这个HR 看给人端茶送水 最甜 他其实也是 占用公共资源 就是因为啊 他这给人端茶送水的时候 唠嗑的时候 所有的关注点 就在他身上 所以呢 他就不害羞嘛 暴露在大家面前 让大家围着他转 包括在公共话语空间 说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你们小地方的吧 我们也是天下第一桩啊 对 其实就是会对于 占用公共资源这件事 就不好意思 就往回撤 觉得自己 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情绪 不好意思 让太多人 马爷 我是挺不理解 但是今天这个社会 大家都挺放纵性情的 但是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就老会觉得啊 就是比如说 你要给公众啊 讲自己的一个事啊 这是一种 从小带来的一种东西 就觉得挺丢人的 就是说 我有什么理由 让人家听我的事情 但是相比 你看到这么一些 性情中人 你也挺佩服他 他就觉得 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对吧 你们说我不好 或者说 包括说 我老婆怎么怎么着了 或者说 我丈夫怎么怎么着了 他为什么会有一种 觉得全社会 都是我的空间 咱说点实际点的东西 再做四个人 咱们说资产谁最多 一定是你最多 我的资产就是你们呢 别别别 我还只有节目的资产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十 我二十岁的时候 进的Channel V 我妈就看我们那帮小孩 一个个扑腾特高兴 我妈特别冷静 说你们这帮小孩 没一个以后会大红大紫 为什么 都是贪图享乐 而且呢 心无大志 因为你魂不令啊 各个都魂不令 每一个家庭 就国外长大的 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 就是对你们说起来 好像是什么 怎么说 有特权阶级 其实哪有 OK 不管 我们都是胸无大志 我们魂不令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要啊 我没有这个竞争能力 所以你看 现在活得最好的 援州派 枪枪三人形 因为我们家定的成分 是什么呢 不管定成分 夏中农 你不说这个 你有一个促进经济繁荣 文化进步的一个驱动力 你的虚荣心足以驱使你们一步一步往上走 我就是在那 还在那低了 主持人的鱼脸 我没有骂你 我没有骂你 我不是齐通磊 对 是吗 我是凤凰男 不是凤凰男 你是一定要这样子划翻的话 这就是我想说的 他还是很敏感 其实在他说这话之前 我就想说的就是这个事 你刚才说的全是现象 我们的结果呢 结果 对 看结果 结果 你看你出来了吧 你有竞争力 好 你知道 是的 你有竞争能力 我没有竞争能力 我告诉你 我参加 风秋也出来了 中美女作家 你别老大 你当周期 你们俩都不一样 我参加过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对我教育巨深 人家就拉着我去 我不知道干嘛去 后来我说我不去 说去吧 说全是开国元勋的后代 好那天一去 咱就别说人了 说人不好 全是开国元勋的后代 这谁儿子 这谁女儿 有的长得还真像 就什么 说贺梅老总请客 我当时以为 全是开国元勋 什么这些人 我去了他妈一个人 就坐那 老老实坐 你也是元勋 把我 我行的吧 梅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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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东 做东 弄他妈三十个人 三桌 然后我就觉得特悲哀 这船 您这空军大样的 当然悲哀了 我一看 我说咱弄一个贺币 没矿的老总 买的就给吃这么一顿饭 说 然后有几个人上去 朗诵了一点 自个儿写的 自个儿不靠着诗 弄得我特难过 从那天我就发现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就说你那事的悖论 这些人出身都非常好 全都没有出息 但没有出息 我也不吃这顿饭 我那天就算 误入虎口 吃了这顿饭 谁去吃这种饭 因为我没闹清楚 谁是谁 我才去的 您想想 这些人的条件 要说起来 我爹不叫官 我爹就是一军人 这些都叫官 都是开国元勋 全是顶级人物的子女 依然没有出息 还是在自己 家教是一部分 家教只能限制你的举止 和这些很浅显 更多的教育是社会教育 然后还有一个人 对这个事物的自我约束 我觉得自我约束很重要 你肯定有很多自我约束 我自我约束太大了 你知道 我之所以 你知道什么不能干 我之所以没有混到 齐同伟那程度 就差点 诚也萧何 败也萧何 就是说你看看 我们家夏中农 所以就是这种一亩三分地 就是人们过去 人们说我们这个河北人 河北人有的超越了 但有的这样我就没超越 就是说一亩三分地 小富即安 他特别容易知足 但一旦知足了 他就不再往前走了 但是你要是说像 齐同伟这种出身农村的 他好像我还见过这一路 就是说为什么他能成功 我跟你说坏人最勤奋 好人 我现在发现 就是有些事干 好坏之分 不是 好人也有勤奋 我就特勤奋 那好不好 就得又说 就是 那个勤奋 你必须理解成钻影 就是坏人太钻影 钻影要付出努力的 在中国这社会 你真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坏人 就是鲁迅原来写过 说这个 他扣斯杂改变文章 他就讲猛人 我觉得那个贺碧的那个贺梅 他其实就是这个猛人 他猛人呢 他需要一堆包围者 那他卷的这个包围者 可能就是这些出身好的 其实是一个互利的关系 那方舟我问你 你觉得就是说 你会有这种吗 你比如说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就好像是外地的 小地方来的 他确实在北京同学面前聊天 那时候哪怕是个北京口音 他自己就会觉得有点怯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是 清华已经是 北京小孩挺少的了 所以好像没有 而且我是名人嘛 他不一样的神童 我角色程度比你好一点 你们俩别在这边演角色 这真令人做 简直了 但是小时候有 我写的第二篇文章 就是我想出生在北京 就是大概六岁半的时候 第二篇文章就是这个 但是你要想 如果你出生在北京的话 因为我一个这么有可能 你不会像现在这样 肯定一样 没有一个翻吧 翻吧 尽情地翻吧 而且北京本身就不是 纯粹的北京人的北京 北京因为建国定位首都以后 来的全是外面的人 对 我是胡大人 对 我小时候听那个 叔叔阿姨们说 没一个正经北京人 没错 可是我总觉得 你要没有这样的长辈 你也不是你这样的性格 咱就你像刚才他说他奶奶 说他妈妈 这家庭教育 看你明显都眼光不对 对 这个家庭教育 肯定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人活得简单 我就是因为知道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但是我要特别简单地活 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一中年妇女 活得这么任性 这么简单的 就我啊 我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总行吧 是 你看 你就能什么都不要 但是要是我们小业主成分的人 我们就得有点 什么都得要 你有点流氓无产者 对 就是我就是想 其实真正的想富竟然是我 我稍微有点我就行了 然后我觉得我要那个脸 比要那个钱要重要 在脸和钱当中 我一定觉得是脸 但是你看 你 你假装自个儿是屌丝 你特别辛苦说 我这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 你明明是从 强强三人心变成了原装派 对 那也是从富农变成地主 这个节奏 对啊 我到现在也还只是个富农啊 不是 我觉得咱也不能为出身论 是吧 对 它是一个影响 最后你看 你又回到革命的道路上 人间正道是沧桑 你我 你不承认 为什么要说革命 我为什么不说换一种 是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这个理想 早期的理想主义者 就是简单直接的 中国有早期的共产党员 然后有十二月党 这不都是理想主义者吗 诶 这是不是你的DNA 你骨子里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谁没有理想 但是每一个人的理想是不一样 有的理想是买房买车 我的理想也许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的理想是什么 啊 就能看出出身来 你格局 那我要小心想一想 那就是还是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啊 你看 这可不是吊丝心态啊 这跟出身不一样 出身他 他妈妈就是女作家啊 对啊 所以你看他中生 她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女性 对 那马爷的理想呢 说句实在话 我在跟她脑子响 我这急速在旋转 我就想不出我的理想 我认为就是 理想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不可实现的东西 能实现的都不能算理想 那叫目标 理想就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东西 人生有理想是很美好的 因为它永远有一个 你实现不了的东西 在前面引导着你 或者罩着你 文桃老师问你 你现在会在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卑感呢 就是年过半百的你 他现在看着你就有自卑感 他哪有自卑感啊 他有 他看着你小美女就有自卑感 不是 我根本上就 我现在把自卑感当成自豪感了 我就 我甚至认为 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 比如说对我来说啊 说实在的 出来说个什么事啊 我都觉得挺害臊的 其实对我来说是要抵抗一个内心的 一个障碍 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 是什么呢 你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啊 我就会觉得 扫眉大眼的 但是你看人生就是矛盾 你干了这个不要脸的职业 但是你就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矛盾 就是说 所以说我的理想就是退休啊 但是退休的前提是什么 再挣多点钱呢 一时无忧啊 这一时无忧 就挣多少钱 然后算的钱 就挣的钱永远花不掉 挣的钱永远花不掉 然后你就发愁 怎么把它花光 对 然后再找一个像克兰这样说的 对这个物质上没有太大欲望的女性 这咱就起火了 不可能 你必须得找一个小美女 然后聊聊天 然后侧面 侧面 如果你长得小美女 她对物质上没有需求的话 你的生活特别没有意思 真的 感觉一辈子挣的钱花不出去 对 挺好 行 就咱们都实现理想 理想 超越咱们的初衷 没事 我觉得理想就是真挚圣贤吧 这还是挺重要的